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圣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778集 楚风严重怀疑圣人也不见得无恙 毕竟这里的圣人可是死了很多位 随后楚风想到那朵吞食并消化半条龙的花蕾 以及那株吊篮 他有些怀疑层次更高 自语道 别告诉我 那是映照朱天际生物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片地带简直无法想象 是真正的人间烈狱 有可能死了一些 映照朱天际的禁忌存在吗 秦客节 楚风毛骨悚然 他觉得严重低估了此地 然后 他手持石河 再一次仔细凝聚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突然复苏 跟以往不同了 在这种地方 居然都能庇护他的安全 太神秘了 这石河 有天大的古怪 这是在昆仑山脚下见到的 他曾问过瑶瑶 却被告知 上古时代的地球 并未有这石河 与三颗种子的记载 所谓的地球上 最重要的传承 器物等 不包括石河与种子 要知道 倒影呼吸法等传承与器物 可是让域外前十大的天神族 都在给予 难道说 这石河比地球最灿烂 与辉煌的时期还要古老 另有处处与源头 楚风浮想连篇 以一阵出神 然后 他带着石河 临近光明四城 塔族战场绝地中 他目的惊悚 一场 他体会到各种莫名的波动 他不由自主的舒展身体 施展权益 运转倒影呼吸法 接下来 他大受震动 因为 在这片广袤而可怕的战场中 各种泉意滔滔 像是洪水般倾斜过来 压得他要窒息 毫无疑问 如果没有石河 他直接就会炸开 连血物都剩不下 但是 现在不同了 他竟有莫名的感悟 在各种滔天的权益 建议 压迫下 他像是在被魔力 宛若是被三昧真火 淬炼肉身 楚风 心有所感 在这里施展精神武功 展现肉身传承 他在被那些杀气 权益 建到意境的压迫下 像是在被吸力 促进自身经济 他是野鹿子出身 没有得到系统的教导 许多方面 跟大教走出的弟子不同 现在这样被压制 被魔力 对他好处实在是太大了 也不知道过去几日 星空中颇不宁静 在人们热议 楚风雨 秦洛因死在昆仑时 宇宙中又多了 新的热点话题 而且 引发各片星系巨阵 原刺圣体出事了 想不到啊 这一世 居然有这种绝世体制出现 好称原刺光一出 天下高手皆舍服 所向披靡 我还记得 曾有一个时代 一位原刺圣体 称遵宇宙 横扫天下敌 寻不到一个对手 最后杀进混沌深处的残破宇宙 就此消失 这种人物一出 各族都不平静 一旦成长到后期 必然映照诸天 压概世界 真正可以无敌于世界 你们咕噜寡闻 不仅原刺圣体出事 神力今生 天命仙体 这些可怕的血脉 也已出现 有人曾去挑战 宇宙年轻一代排位 前几名的道子 佛子 引无敌等人 这当真是要气吞天下 什么 许多人惊骇 还有这些无比的血脉出现吗 这绝对要引发滔天海了 可惜 道子 引无敌等人 当时不再诅咒 他们身在地球 此战未能开启 不然的话就热闹了 不过 一些不确定的消息传来 有无敌血脉赶向地球 准备挑战宇宙前十大年轻高手中的继位 要颠覆排名 真是令人期待呀 人们文言后 大吃一惊 那些无敌体制 要来地球 跟道子 袁世成 佛子 印无敌等人争霸吗 因为 天神族的罗浮 亚仙族的印无敌等人 还没有走 依旧滞留在地球上 这岂不是意味着 将要有珠子争霸 璀璨而迅烂的大战爆发吗 同时 也有很多人精益 要知道 袁世成 印无敌 天神族 罗浮等 都是来自宇宙前十大星辰世界的 最强传人 一般人 谁敢惹呢 根本没有勇气去挑战 怕被自古恒定的前十大星辰世界 背后的古老人物灭掉 有消息传出 因此生体 天命仙体等 可能是来自混沌深处 那片残破的宇宙 所以 他们无惧 不怕包袱 然后呢 有人传讯 有最新消息 羽化身体 大岩战体等 也一丝露出踪影 这震撼了各族 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些血脉都突然出现呢 这是要颠覆这个时代吗 所有人都知道 现阶段的排名将直接要被改写 一个恐怖而光辉 照亮宇宙的新时代要到来了 可惜呀 楚风死在昆仑 被炼狱吞掉了 不然的话 他说不定能在这个时代中 战风出迅烂光彩 这可不见得啊 没有听闻他的体质如何 现阶段出现的可都是经过历史证明的无敌血脉 在这样忙着聚集光芒普照的大事中 楚魔头跟他们相比 不见得能有多出色 甚至相对来说 可能会十分普通 人都死了 谈这些有什么意义 你们等着看吧 那些人会碰撞怎样炫目的火花 从残破古宇宙出来的人 说不定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禁忌呼吸法 外界一片热议 各大星系都在谈论 所有人都有种预感 一个无法想象的大时代 带着破人的气息压概而来 光明死成 尸海 成山成海 楚风不知道 在这里占了几天几夜 不时舒展身体 挥洒权益 展现精神武功 他在利用这里的无边压力淬炼几身 让自己的呼吸法 肉身武功 精神本领等 都在被魔力 宛如一场洗礼 他处在一处特殊的环境中 不时有所感悟 因为 这里有古老的权益 有灵力 可撕裂星空的剑意 有能洞穿宇宙的风茅之气 有像是能够开天的巨幅 横空的轨迹 很难想象 这里究竟出过什么样的高手 不可揣度 因为 每当楚风接触到一种可怕的权益 叨叨异境 天歌割裂星空的残痕时 都仿佛听到一个古老存在的呼吸声 强大的离谱 恐怖的过分 那些个体 都像是能够只手遮天 就这样 楚风在这里感悟 魔力自身 不断的舒展四肢 动用精神力 沉浸在一种奇妙的状态中 他没有得到具体的法 只是接触到各种意境 这足以促进自身经济 像是无尽的养料 可以被汲取 舒日间过去 楚风发现自己有很大的变化 对于肉身武功与精神之战的理解 提升了一大截 称得上是突飞猛进 而这仅过去几天而已 就能有这样的收获 楚风相信 如果能够长期在这里感悟 魔力自身 他可能会有质的蜕变 他在尝试运转倒引呼吸法 希望通过这里残留的权益 精神异境等捕捉到具体的法 来更进一步的 让自身强大 脱胎换顾 不过 一时间还不能成功 这片地带有各种精神印记 五道轨迹等 称得上动天伏地 能让一个进化者体悟 汲取养料 最终或许能破茧化蝶 这里不仅是恶徒 是一座死城 它还是进化者的无上殿堂 当然 前提是你能在这里活下去 才能感受到这一切 正常来说 其他生灵来到这里后 哪里还有性命在 早已被绞碎 沦为血泥 或者足够强大 留下完整的尸体 处逢身上有尸盒 所以才能不死 保持住自身的生机 体悟了数日 他觉得精神有些疲惫 而且身体身上 之前就有伤 进入这片空间时 骨头都被撞断了数十根 虽然 现在骨头堵积 血肉愈合 但他在这里悟到 终究是有些劳累 厨房休整 自空间瓶子中 取出一些食物 大口吞咽 补充身体所需 这就是一个 吃货的优势所在 之前留下的天神肉等 各种真摇 现在有了用物之地 不然的话 他虽然不至于 在短期内饿死 但也肯定是饥饿难挡 对于商号来说 这些都是有意的补充 此外 他抓到过那么多神子 再加上最后关头 将秦洛因洗击 楚风身上 自然少不了各种 宝药灵丹等 楚风之前服用过一些了 现在又像是吃糖豆一般 到处一大把 塞进嘴里 嚼得是嘎嘣嘎嘣 作响 如果有人在这里 一定会痛心疾首 觉得他抱天天舞 这是典型的牛角牡丹 效果是惊人的 前后数次这样啃宝药 大把的浇糖豆 楚风身体与精神都大好 体内血气鼎盛 精神光也腾腾跳动 甚至他感觉 有点不过头了 这一刻 楚风感叹 出生在星空中的顶级 到头就是好 随身带着的空间手链中 储备那太丰富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